在娱乐圈中,明星之间的恋爱消息自然是媒体们争先关注的重点。 前段时间,赵丽颖和王一博之间的关系在此浮上水面。 谢云和周斐这对CP一直以来都是网友们心目中的一男品。 事情起源于网络上一位网友的发言。 有一位男艺人为了能够躲避媒体的镜头,选择男扮女装前往演唱会的现场。 此消息一出,瞬间就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。 这样高级的伪装方式是网友们绞尽脑汁都无法想到的事情。 紧接着另一位网友爆料,该艺人其实就是王一博。 他此行的目的则是为了掩盖自己和赵丽颖之间恋爱的关系。 而面对王一博粉丝的质疑,该网友则是痛快地筛出了自己的证据。 不少细节只指这条消息的确切程度。 在8月份张杰的演唱会上,赵丽颖也是惊喜现身。 当天的赵丽颖状态十分的亢奋。 根据现场歌迷们的反图来看,赵丽颖完全就是化身成了一位资深粉丝, 不断挥舞着荧光棒为台上的张杰欢呼。 但没想到时隔两月的时间,有网友爆料, 当天前往的明星其实还有王一博。 之所以没有被网友们拍到,是因为王一博做足了伪装。 该网友晒出演唱会结束之后,赵丽颖离场的视频。 显然可见,赵丽颖身后紧跟着一位戴假发的女子。 该女子一身黑色的衣服,全程都在低着头走路, 看得出来她并不想被周围的人认出来。 可是,眼尖的网友发现,该女子走路的姿势和王一博辱出一辙。 网友们对于该网友的爆料也是增加了几分信任。 随即,一张赵丽颖和该女子的照片发布到了网络上, 只见两人的座位紧紧挨着,完全就是相识的人。 该女子柳彤的照片也被网友带了个正招, 虽然全面武装只剩下一张眼睛, 但网友们发现该女子的眼睛像极了王一博。 一时间,王一博男扮女装的事情在网络上掀起了轩然大波。 网友们根本没有想到一向冷酷的王一博竟然有如此神秘的一面。 眼看着网络上的创文越演越烈, 王一博方马不停蹄地站出来进行辟谣, 可是辟谣的速度远远干不上爆料的速度, 更多的细节被网友们扒出来。 就在七细节的时候, 赵丽颖依然是按照惯例晒出了自己的动态, 但是这次的照片却是暗藏玄机。 赵丽颖晒出的两张照片中, 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有一张则是男生的手, 这也是瞬间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。 而且,赵丽颖在发动态的时候则是直言其多, 网友们猜测这是赵丽颖在向所有人暗示自己结束单身的事实。 随即,网友们对该手的主人展开了天罗地网的搜索, 最后将目标指向了王一博。 该手的纹路和支架的形状则是和王一博极其相似。 根据以往吃瓜的经历, 明星们的行程往往是泄露秘密的最大原因, 粉丝们总是能够通过各种方式来知晓自己偶像的行程, 这也就为媒体们究竟真相提供了很大的便利。 而赵丽颖和王一博的行程竟然是能够高度地重合,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故以为之, 两人多次的时间线重合自然是引起了网友们的注意。 就在王一博前往国外观看时装秀的时候, 有网友指出, 其实这次的出游是和赵丽颖的一次约会, 只不过两人并没有一同出发而已。 赵丽颖在兴趣爱好上的变化, 也是让网友们不禁怀疑是受到了王一博的影响。 众所周知, 在王一博的世界里, 摩托车绝对是数一数二的位置, 相反, 赵丽颖确实对摩托车完全不感兴趣。 令人意外的是, 张碧晨生日时, 赵丽颖直接是送了一套摩托车的礼物, 本来网友们对此没有任何的怀疑, 可是张碧晨在发布动态之后, 则是火速地删除。 如果没有任何秘密的话, 张碧晨又何必删掉这一条动态? 好闺蜜之间赠送一个心有所属的礼物, 则是正常不过的事情。 张碧晨删除的行为完全就是此地无影三百两, 更是让网友们确定了自经理的猜想。 而关于赵丽颖和王一博之间的传闻, 早在《有匪》这部剧播出之后就从未间断过, 两人在综艺节目上的甜蜜互动, 看到网友们直呼磕到了, 王一博向来是和女嘉宾保持着合力的距离, 就连和自己同公司的师妹承销, 都是一如既往的冷漠。 而王一博在对待赵丽颖时完全换了一副面孔。 在两人合体录制综艺节目时, 王一博则是对赵丽颖关照有加。 不止一次地被网友们发现, 王一博时时刻刻地关注着赵丽颖的动态, 一向胜负欲爆棚的王一博, 遇到赵丽颖的时候, 完全变成了懂得谦让的小男生。 如此明显的改变自然也是让网友们觉得事有蹊跷。 而最让网友们震惊的则是两人一起品尝美食的时候, 王一博直接手里端着胡辣汤让赵丽颖品尝。 同时一碗食物完全是关系极为亲密的人, 之间才会有的行为。 可王一博和赵丽颖在镜头面前却能如此自然而然的同时, 可见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。 王一博在采访的时候毫不掩饰自己对赵丽颖的欣赏。 谈起赵丽颖的时候, 王一博总是滔滔不绝地赞美, 而赵丽颖对于王一博这个弟弟也是毫不吝啬自己的资源。 在颁奖典礼上, 赵丽颖也是竭尽全力的和知名导演以见王一博。 但是王一博的粉丝对于这样的感情绯闻却是十分的排斥。 毕竟两人之间的身份和感情经历有着很大的差距, 男家粉丝一直以来都是水火不容的状态。 而综上这些巧合, 就连粉丝都觉得离谱。 娱乐圈捕风捉影的消息则是司空见惯, 一些营销号为了能够增加自己的热度, 就会想方设法地去碰丝。 这一次的感情传闻极有可能是有人故意为之, 近近是几张照片就可以编造出一个宠爱故事, 网友们的想象力又是刷新了大众的认知。 网友们的推理能力是超乎意料的强大, 总是能够从一些表面的事情中引发更深层次的信息, 可这样没有失垂的推理同样存在着很多的误解。 众所纷纭的消息看得网友们是眼花缭乱, 但是双方对于谈恋爱的消息则是一如既往的沉默回忆, 网友们则是强烈地表示, 工作室应该站出来回应这个消息。 如果一直坐等舆论继续发酵的话, 对于赵丽颖和王一博的声誉也是备受影响。 其实这也不是王一博和赵丽颖第一次传出绯闻了, 甚至连港媒都主动报道过二人的恋情传闻。 从赵丽颖场后付出, 第一部剧就是和王一博合作有废开始, 双方粉丝就摩擦不断, 但从未影响本人关系。 后续,赵丽颖和王一博还一度传出二次合作的消息, 尽管没能成行, 还导致赵丽颖工作室正好遭到纪念。 赵丽颖和王一博依然能够在颁奖典礼上谈笑风筝, 日常很少在圈内社交的赵丽颖还主动给外人介绍王一博。 时间来到2023年, 赵丽颖和王一博看似没了交集, 结果这次假发演唱会风波一出, 立马有人跳出来放料。 这位爆料网友直接就点名, 倒信了,一口气数出了。 六大细节, 包括但不屑于王一博陪赵丽颖去看章节演唱会, 赵丽颖送张敏辰的礼物是王一博的摩托车礼物, 赵丽颖七夕物料有男人的手, 赵丽颖七夕卡点18.20, 写音一博我爱等等。 网友们也从这些爆料细节中找到了不分对应, 最明确的一点就是赵丽颖物料七夕, 视频中那杯子的手一看就是不同人, 至于和赵丽颖过七夕的人是不是王一博, 那还要等本人确认了。 炼金绯闻发展到这个地步, 也是时候出面给个回应了, 光粉丝会出面辟谣, 一个没有带假发去看演唱会可不够。 再说说赵丽颖的婚姻, 赵丽颖和冯绍峰之间的结合完全是粉丝们意料之外的事情, 当时两人突然官宣的结婚动态, 更是直接在网络上炸开了锅。 眼看着大局已定, 粉丝们只能送上自己的祝福, 对于赵丽颖的选择一直都是反对的声音居多, 毕竟冯绍峰的感情是只能是用绚烂来形容, 此次能收获赵丽颖的芳心自然是在意料之中, 然而就在2021年4月, 赵丽颖和冯绍峰毫无征兆地直接宣布结束这段婚姻关系, 关于离婚的原因则是众缩风云, 其中婆媳之间的矛盾占据绝大多数, 毕竟赵丽颖和冯绍峰之间的家庭地位上有着很大的差距, 据说冯绍峰的妈妈并不希望自己的儿媳妇继续抛头露面, 但是赵丽颖却是一个以视野为主的独立女性, 两人之间的观念无法达到统一, 为此家庭关系也是迫在眉睫, 为此赵丽颖和冯绍峰之间的感情也是矛盾颇多, 最终只能选择回到最初的关系, 对于这段短暂的婚姻, 网友们也是倍感遗憾, 原本等来的一场称大的婚礼, 等来的却是离婚的消息,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离婚后的赵丽颖眼神又恢复了以往的坚定, 然而无论事实的真假, 我们都应该做到理智吃瓜, 未经正式的消息不可相信, 赵丽颖和王一博之间的事情旁人无法知晓, 一味的深入探究只会引起双方粉丝的不满情绪, 我们应该将目光放在两位艺人的作品上, 尊重艺人的私生活, 同时也希望赵丽颖和王一博给出网友们一个确切的回复, 对于赵丽颖和王一博你有什么看法,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